哈喽大家好,好久没有露脸了 今天给大家露个脸吧 有一个话题最近也比较热 然后就想跟大家吐槽两句 或者说跟大家聊一聊 那就是关于共同复义的问题 记得我在5月份的时候 还评论了一个小屏爷爷的视频 就是讲的小屏爷爷的故事 然后我在下面做了一个评论 就是说一部分人付钱了 那另外一部分呢 当时还有人吐槽我说 那要不大家都共同贫穷 搞得我也是哑口无言 不知道怎么回他 我想当时小屏爷爷作为这个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在设计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时候 应该不会是只让一部分人潜伏起来 而不带动共同一队 然后我当时有这样的想法 我当时做这个评论 可能只是我自己想法 但是现在中央提了这样一个事情 说明什么 说明不是我一个人有这个想法 说明这是一个现实中的事实 说明一部分人确实已经吐起来了 而另外一部分人呢 确实没有享受到更多的我们的发展 带来的红利 我们现在确实比我们刚解放的时候 确实我们睡的也好 穿的也好还能坐汽车还能打电话 是吧那时候什么都没有 那是好多了 但是呢我们有一部分人一顿饭吃的东西 够我们普通人能一年挣的钱 这是个什么情况 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 不是资本主义社会 我想我们的前期的领导人和我们国家成立的初衷 我们作为一个人民共和国 应该不会说是看到一部分人不得流油 而另外一部分人呢 每天的辛辛苦苦工作 到年底了 家里还没有余粮 所以说中央提的这个共同富裕 现在来提它 我觉得非常有必要 也很好 但是最终效果怎么样呢 我想和我们普通老百姓看啥看聊笑 最终效果怎么样 我们肯定有我们真真切切的感受 几年之后我们看一看 到底是我们跟马云这些人 又是越来越远 还是说我们也能享受到更多的福利 这个呢 就留给未来 让时间去验证 然后提到共同富裕呢 也是我前几年其实就有一个想法 当然这个确实应该是在中央提共同富裕之前 我都已经有这样想法 这个想法呢 就是跟我们更早一些的一个政策 就是三胎政策有关系 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个 为了保持我们经济的发展 为什么要让我们大家来升三胎呢 或者说升三胎 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放在局部的人身上 而不需要我们全民的去升三胎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个我瞎搞的一个模型 我们来看一下